賴清德在兩岸的這邊相較於前任都使用對岸來稱呼中國大陸 但他的立場實在比較堅定 他只是用中國 而且他也提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兩個互不隸屬 也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其實我們也在觀察 到底 到底 中美雙方會怎麼反應 台灣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這我們都曉得 但是 這個存在的事實 要怎麼讓 讓他走下去 這一次我們要思考 當然這樣 我們自己的政策主張是說 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那當然有人說你台灣自主的定義是什麼 我倒覺得台灣自主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要維持目前現有的 現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跟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的底線 那在這個底線上 底線之下 底線之下 要怎麼運作可以討論 那 那 做為總統 那當然有對兩岸外交國王是總統的權責 今天帶總統的一些演講稿 我相信有一些部分大家都還在觀察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一下子回答你的話 當然他沒有必要 他也沒有必要說他要講的話跟以前人講的都一樣 但是一樣嘛 讓他提出這個新的說法的時候 我希望他是有準備的 市長是今天沒有參加520就職典禮 那有送花到政府 那這16個字有沒有什麼 市長相反 那對於今天總統 就職典說 提到的兩岸和平共融的事情你怎麼看 新政府上任 是人民所呵護 最期待的是能夠 地方跟中央大家團結一心 認真為台灣打拼做事情 讓我們國運能夠蒼濃 那面對兩岸和平穩定 我們要拿出實際的行動 能夠創造穩定 也創造能夠繁榮 這是我們人民所期待的 所以政府不要顧負人民的期待 我們希望大家努力團結在一起 和台灣的一個更好 我專存向議會請假 親自北上來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祝要獻上我的祝福 祝福我們國家國運昌隆人民幸福 我們帶來多首的經典台語歌曲 世代擁護共逐台灣 然後我們將其他歌曲成員 歌曲成員 並與70年輕人的高級學生 從中心大學 在新台北市 將其他歌曲成員 演出很多歌曲的台灣歌曲 為了一齊年齡夢擁有 一齊年齡夢擁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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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确希望说不要参与这个就是就职典礼 但是我认为身为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大家看到立法院发生了这样子非常严重的这个推挤 大家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能够沟通 能够协商为了台湾的这些法案 能够讨论出一个好的方向 那当然最有历史的共业 柯建民总招他最清楚了 这是过去大家对于民进党 他们强行通过法案的这样子一个过程的就是反馈 那如果未来不要继续这样子舞动 是不是可以回到大家正常来讨论这些法案 大家都不乐见国会这样子的争议 那希望就是赖清德总统拿出最大的善意 与在野党最大的主席来进行沟通 以及也希望说柯建民总招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韩院长的身上 毕竟协商不是协商的内容 以及实质讨论的内容 才是非常重要的 授予总统应系 请授予人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先生就位 总统请就接应行为 授予中华民国之喜 授予中华民国之喜 授予荣典之喜 授予荣典之喜 授予总统之喜 授予总统之意 继总统之章 总统 请就冠理位 授予副总统章 副总统请就接应行为 授予副总统章 副总统请回座 请授予人回座 请监视人回座 总统请就主席位 总统请面向官吏人员 请起立 奏乐 李晨 现在宣誓典礼已经完成 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 赖庆德总统正式就任 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 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